内行故事低调说 今天介绍一副 女孩发现千年的黑色棺材 打开棺材一看不得了 尸体还栩栩如生的电影 火魔烈影 缘起之战 话说宝儿姐是一个超级富二代 从小热爱运动的她身手了得 给一群男人比赛骑自行车 结果把一群专业赛车手甩得远远的 不过家家又本难念的经 宝儿姐的父亲探宝书 七年前外出探宝 就已去不回 只留下安娜阿姨帮忙打理公司 但是公司董事长悬而未决 始终不是个办法 这提安娜阿姨告诉宝儿姐 如果她不在探宝书的死亡确认书上签字 探宝书的公司就会遭到拍卖 无奈之下 宝儿姐只好来到公司准备签字 在她要签字的时候 律师按照事件约定 拿出了宝书的遗物 准备在宝儿姐签字后交给宝儿姐 没想到宝儿姐看到盒子后 把签字的事情忘在哪后 自顾自的用宝家独特的手法打开了盒子 盒子里面是宝书留下的一个纸条 纸条上记载了一个藏宝地址 宝儿姐瞬间不淡定了 她根据纸条指示 回到了自己家的老宅子 然后在其中发现了一间密室 密室里是宝书多年探险带回来的宝物 以及无数本宝书的护照 还有一个宝书留下的录像 录像里宝书告诉宝儿姐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个叫熏迷糊的人 是传说中的神 残害了无数人 后来有人将她封印在了岛国的一个小岛上 可希望宝儿姐看完 就把关于熏迷糊的资料全部销毁 宝儿姐却没有怎么做 反而拿着宝书的笔记本 准备前往小岛 寻找失踪多年的父亲 很快宝儿姐根据父亲留下的记录 找到了当年在这附近探险的渔船 以及船长彦祖 通过彦祖宝儿姐知道 宝儿姐前往的无人小岛叫做斜马台 在宝儿姐的努力下 最终彦祖答应在宝儿姐再去一次斜马台 结果快到斜马台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海上风暴 船只失事 宝儿姐和燕祖都被卷入风浪中 宝儿姐好不容易爬上海岸 却被一伙神秘人打晕 等到宝儿姐再次醒来 她见到了大反派胡子哥 胡子哥表示 其实我认识你爹宝书 我们都是通过宝书来到这个岛上的 不过宝书神秘失踪 我们正一筹莫展 你就送来了你爹的笔记本 帮我们找到了线索 为了表示感谢呢 我就安排你去工地搬石头 开不开心 激不激动 在笔记本的帮助下 很快胡子哥就确定了 须米糊的封印地址 然后就是声势浩大的搬石头 挖木穴 伸手矫健的宝儿姐 就趁看守不注意逃走 患不择路之下 宝儿姐掉进了河里 然后被河水冲到了悬崖边 眼看宝儿姐就要掉入悬崖 出脚光环附体的宝儿姐 就抓住了悬崖边一个废弃的飞机 随后还从飞机上 找到一个废旧的降落伞 她就这样完成了一步跳伞的骚操作 最终竟然安全地降落在地 就在宝儿姐面临绝望的时候 宝儿姐在一个山洞里 见到了七年未见的老爹宝叔 宝儿姐希望宝叔跟自己走 但是宝叔却说 须米糊隐藏着一个能够毁灭世界的诅咒 她希望宝儿姐自己走 她则留下来阻止胡子哥 宝儿姐是个说干就干的人 她一看宝叔不肯走 抄起弓箭就冲了出去 她先是干掉守卫 解放了燕祖他们这群奴隶 然后带着奴隶们暴动 杀向封印之地 关键时刻 就是宝叔被胡子哥俘虏 拖了宝儿姐的后腿 为了救老爹 宝儿姐正好按照胡子哥的吩咐 打开了封印之地的开关 随后几个人深入封印之地 封印之地到处都是累累白骨 可这一切 都不能阻止胡子哥和三个龙套的野心 在封印之地 他们找到一个黑色的石棍 石棍里关着的就是须米糊 须米糊原来是个岛国女子 长相非常炫秀 多年封印在石棍里 居然没有腐烂 可是随着石棍打开 须米糊快速腐烂 很快就变成了恐怖的干尸 胡子哥只会三个龙套 将须米糊搬出去研究 宝儿姐则从墙上的壁画里读到 须米糊不是被封印在这里 而是主动把自己关起来的 因为他感染了一种致命病毒 跟他接触的人都会被感染 可是宝儿姐说迟了一点 两个龙套已经接触了须米糊 他们瞬间浑身变黑 成为了丧尸 胡子哥毫不如情地开枪干掉了铜火 然后十分兴奋地用工具 取走了须米糊的一根手指 他们组织就是在寻找能毁灭世界的超级病毒 从而达到自己统治世界的目的 就在剩下的龙套把注意力放在薰米糊身上的时候 宝儿姐和宝叔展开反击 宝叔抢了一把枪跟胡子哥对射 宝儿姐则把最后的龙套引开 关键时刻 宝叔运气十分不好 被击装一个没死痛的丧尸 一击 虽然宝叔击倒了丧尸 但是左手还是被感染了 宝儿姐则利用自己炫苦的身手 在充满陷阱的封印之地狂奔 最后利用陷阱干掉了龙套 就在宝叔遇袭的时候 胡子哥趁机带着手指逃了出去 宝叔则正在逐步上失化 眼看自己就要连喝饭 宝叔还是跟宝儿姐说 让他取回手指拯救世界 他则留下 用炸弹把封印之地再次埋葬 在宝叔的鼓励下 宝儿姐追上了跑到门口的胡子哥 并且跟胡子哥展开决斗 可是宝儿姐却被胡子哥按倒在地 眼看就要丢掉性命 关键是颗炸弹引爆 吸引了胡子哥的注意力 宝儿姐也趁此反击 抢过须迷糊的手指 塞进了胡子哥的嘴里 随后胡子哥开始迅速变身 最终被宝儿姐一脚踹倒在白骨之地 爆炸引发了封印之地的坍塌 在主角光魂的帮助下 宝儿姐成功从天花板跑了出去 最后燕祖将宝儿姐送回了谷 而宝儿姐也终于答应 在宝叔的死亡确认书上签字 因为他的老爹真的领了盒饭 自此 全球中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有了钱还是多搞搞慈善活动 考古道木这种刺激的运动 大家还是不要随便玩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